煮到事情了 煮到事情了 来我把自动摆倒你了 刚才叫李肥要吃那东西 后面有一个人过来拿了铁锤攻击我跟李肥 两人贪然倒在地上 网红蔡阿嘎骑车载着运气恶薄出门 没想到竟然遭人袭击 攻击他的就是监视器画面中 这名全身包紧紧的男子 一身黑衣徒步走在马路上 明显是瞄准目标蓄意攻击 蔡阿嘎当时载着运气在自家附近 准备外出时竟然遭不明人士 从后方持旅棒殴打全身多数外伤 攻击事件就发生在3号下午4点多 蔡阿嘎从北投明德路上住家 正准备骑车载着怀孕的妻子外出 却在等停红绿灯时 突然遭一名男子拿疑似旅棒攻击 两人吓得赶紧汽车奔逃 但蔡阿嘎还是被黑人击中 右手肘和右膝盖都受伤 怀孕八个月的妻子腰腹部也被攻击 说现象紧急送医 事发后蔡阿嘎更在网络上发表声明 针对外界揣测会被攻击 是因为卷入财物或行车纠纷 蔡阿嘎夫妇强调是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 被攻击绝对会追究到底 直接对孕妇下手 就会想好 网红蔡阿嘎与妻子大白天 在台北市北投住家外 遭到黑衣人锁定袭击 警方正持续追查犯嫌行踪 不过这当街打人嚣张行警 也让附近民众人心惶惶 记者综合报道